苗栗有一名体育大学的学生 他9岁骑车 而且9侧值是高达了0.82 他借口躲进超商上厕所 不但是用柔道二段的特长来攻击远警 而且还咬的远警手背有多处的撕裂伤 行径非常嚣张 最悍骑机车被远警拦下 口出狂言 借口躲进的超商上厕所 我们要骑车啦 干嘛我们要骑车啊 一出门最悍开始和远警疯狂对峙扭打 两名远警几乎快压制不住 这名嚣张的男子 放开啦 放开 这名最悍是一家体育大学的学生 拥有柔道二段的实力 不但把远警一把摔在了地上 还咬远警手臂留下的明显咬痕 把我放好 我只是要你把我放好而已 多名远警把最悍压制在地上 但这名男子却脏话不断 还摔了远警全身都是伤 车门顶住没办法开嘛 然后我们要压他上车的时候 变得是说他头转过来就咬到我的手 这名最悍还是大学生 九厕子竟然高达0.82 还用楼道的专长攻击远警 行径十分的嚣张 中天新闻江建中苗栗报导